大家好,我是游钓中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甘渣鱼块 这个配方做鲁鱼、大黄鱼等等都很好吃 外交理论 今天我们试试用它做鲤鱼 有两个原因 在圣地亚哥钓它的鲤鱼不允许再放回湖里 第二个原因是不少人反映 美国的鲤鱼比国内的鲤鱼土腥味大些 所以我们想试试看这个配方 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为了除星,我们有几个小技巧 第一,一定要去水枝清洁污染的湖里钓鱼 第二,钓上的鱼在活的时候马上放血 第三,剥鱼的时候 要用刀在鱼的两侧拍一拍 然后很容易去掉鲤鱼身上的两根星线 第四,不吃鱼皮和红肉 我们炸鱼的时候还保留着鱼皮 主要是为了保持水分和鱼块的 在烹饭过程当中的完整 干萨鱼块的主要原料 将鸡蛋打开 将切成碎末的小葱 和料酒 一大碎面粉 一小碎食盐 十三香,姜丝等倒在容器的鱼块上拌匀 至于主要大小葱 然后用保鲜膜覆盖 米蜂放入冰箱冷藏腌制 塞 将干粉芡三大手 面粉一大手 和一小撮的十三香十盐倒入另一个容器中 加入适量的自来水 搅拌成粘稠糊状 这个面糊用筷子调起的时候慢慢滴下 这个弄度就正好了 第四呢 是锅中放入植物油 开中火 加热是六成 约180摄氏度 或者350华氏度 将腌制好的鱼块从冰箱内取出 在搅拌好的壶中滚一下 放入锅中杂质成微黄色 进行出锅 然后开大火 将已经杂质过的鱼块 第二次杂成焦黄色 出锅装盘即可使用 结果怎么样 让我尝一尝 哎呀 这么好吃 太美了 如果您想看更多的相关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